如果你背单字的方式是看字卡,写五遍 甚至有的时候其实你还不会念这个字就硬要把它背下来 那我建议你一定要看完今天的影片 它会对你非常的重要 你可能听过图像记忆,自首自根,餐饮节等等 所有这些背单字的方法 但是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 我认为记住单字最核心关键的方式 并且带着你实际的实践运用 难道你要错过吗? Hello everyone, this is Michelle 我从小在眷村长大 国异的时候我才知道L-O-V-E是什么意思 但是每当我听到Heal, H-E-A-L,疗愈这个字 耳边就会想起Michael Jackson的那一首Heal the World 若是看到Without没有这个字 脑海中就会浮现Maria Carey在1993年 翻唱那首Without就是那撕心裂肺的样子 我想说的是,因为对西洋音乐的热爱 许多英文单字甚至文法都和我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连结 或许你没有像我这么爱听英文歌 但是你却可以透过许多方式建立不同的面向去截取这些单字的含义 而这就会是你能否长期记忆有效学习的关键 举例来说,今天你学了Collect收集这个字 那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小时候是否收集过什么东西呢 而且这个字一定要是你学过认识的 让它来和Collect形成记忆连结 欢迎你按下暂停键想想看哦 All right,你可能会想到Collect Toy Cars 收集玩具车 Collect Dogs 收集洋娃娃 Collect Stamps 收集邮票 这是我小时候收集的 你也或许会想到Collect Baseball Cards 收集棒球卡 用这些你本来就会的字来帮助你记住Collect这个字的意思 然后再更进一步去延伸这个句子 最后可能会变成 I collected baseball cards when I was little 用你本来就会的字去学习新的单字 最后变成一串字 这样的单字学习对你才有意义 而且透过每一次的造句练习 其实你都在复习所有之前你学过的单字 这对口语表达或者是训练 英文的思维也非常有帮助 所以其实关键就只有一个字 就是用 请让我再说三次 用 用 用 很多人背单字的方式 其实比较像是在存单字 一直背 一直记 然后想着可能自己总有一天会用到 结果却是背了又忘 忘了再背 感觉一切似乎都回到了原点 所以如果你能常常用你所学过的单字 其实你根本不可能会忘记这些单字的意思 在我超过十年的儿童美语教学经验中 有很多师生同乐的画面 例如当孩子们学到 sweet sour bitter spicy 酸甜苦辣这一类的单字的时候 我会直接准备像柠檬啊 砂糖 咖啡 或者是辣椒这些东西 直接让孩子们用taste 最直接刺激味觉的方式 来让他们记住 酸甜苦辣这四个字的含义 最后这堂课总是会充满了笑声 它的效果就会像童年回忆般 长久的烙印在你的心中 一辈子想忘都忘不掉 这个方法我称为记忆连结法 如果你也认同的话 请记得先帮我按个赞 我们再一起看下去好吗 所以 让我们一起来创造 你和英文单字的记忆连结 会是你今天最大的收获 我不希望你看完今天的影片之后 回去还要磨锁 所以我想直接带你来演练 日后每天十分钟 你会有实质的收获 No.1 我们来试试看Operation这个字 Operation 这个字字面上的意思是手术 所以你可以在它前面加上一个身体部位 请你按下站零键想想看哦 好了吗 你可能想到了 Eye Operation 眼睛的手术 Knee Operation 膝盖手术 当然你也有可能想到 Important Operation 很重要的手术 或者是 Heart Operation 心脏的手术 这些字应该其实都不太陌生对吗 当你在bramestore这些单字 来和Operation做记忆连结的时候 越多越好 因为在不知不觉中 你就复习了很多以前你学过的胆子 接下来 我们来用其中的一组配对 造个句子试试看吧 例如 Eye Operation 假设你要说 我上礼拜做了一个眼睛的手术 这个可以怎么表达呢 思考看看 你可能会想到 I 是用have吗 有点不确定对不对 没有关系 大胆地先把它说说看 I have Eye Operation Last Week 我知道这个时候你心中会有一个很大的疑惑 如果我造的句子不正确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Chat GPT就派上用场了 我们来看看它可以怎么协助我们 相信大家可能听过一些用Chat GPT学英文的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是以用单字造句为主 提供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能够让我们基本上是以自学为主 Chat GPT来把我们批改造句为辅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们来到首页之后呢 可以直接在下面的这个提问栏这边输入 例如 请定正这个句子并说明文法错误的地方 好 然后我们就把刚才我们的这个句子打进去 I have an eye operation last week 好 然后我们就按下确认键 很快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只要几秒钟的时间 它就有给我们非常清楚的说明 好 所以以这个句子来说呢 我们缺少了贯词 and 好 因为I这个字基本上它是母音开头 那也是母音发音 所以如果我们前面要加贯词 也就是or或and的话 我们要用and ok am 然后再来呢 再来这边也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后面有last week 上周 所以动词也应该用过去式 应该把have改成had 所以这个方式非常的单纯 简单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知道 这个句子错误的地方在哪里 这边再提供另外一个比较进阶的方式 就是这个ozdick这个国外的网站 这个网站主要是提供一些搭配词的参考 好那一样我们输入了operation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讯息 那adj的话就是形容词 alright 就是我们的operation前面可以搭配什么形容词呢 例如有major主要的 minor次要的 或者是small 或者是lifesaving 救命的手术 或者是所谓的vital 至关重要的 也有可能是routine operation 一个例行的手术 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动词的搭配 所以呢动手说我们可以用have 或者是undergo 那下面还有其他的不同词性的字 跟operation做搭配 非常的清楚 这样一来 你不止使用了这个单字 造了一个句子 还学到了许多相关的文法 是不是一举数得呢 再来我们试试看seafood这个字 food你一定不陌生 是食物对吗 那sea是大海 所以来自海洋的食物就是海鲜 那我们来思考看看 在seafood的后面 或者是前面 你可以搭配什么字呢 alright 或许你想到了 seafood restaurant 海鲜餐厅 seafood soup 海鲜汤 seafood meal 海鲜餐 或者是seafood menu 海鲜的菜单 当然你也有可能想到了 很新鲜的海鲜 fresh seafood 那我们来造句吧 假设你想到了 诶 那里有一家海鲜餐厅 你是不是可能会说 dare have a secret restaurant呢 我们来看看 Chad GPT 怎么说吧 所以透过这样的练习 你就会发现 英文其实好像没有 dare have这样的句型 当我们要讲某处 有某屋的时候 记得用 there is 或者是 there are 开头 anyway 其实这些都是很 基本很简单的句型 我相信只要你愿意 开口 你一定做得到 最后一个 刚才我们学到的两个字 operation跟seafood 都是名词 那我们来尝试一个动词吧 build 建造 这个字 你会想到它跟什么 制作搭配呢 欢迎你按下暂停键 你也可以把你想到的搭配 都打在留言区 印象更深刻哦 All right 让我来猜猜看 你是否想到了 build a house 盖一栋房子 build a bridge 大一座桥 build a hotel 盖一栋饭店 build a bus station 盖一个车站 也有可能是 build a better future 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把你能想到的所有搭配 都大声地念出来 让声音帮你一起记忆哦 刚才提到了 更美好的未来 那我们来试试看 假设你要说 让我们帮孩子 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这句要怎么说呢 这一句你可以说 Let us build a better future for our children 如果你写了其他的句子 别忘记去问问ChatGPT哦 所以 透过记忆连结 造句 念读句子 你会获得的收获 绝对不只是 背下一个单字而已 一天只要十分钟 今天就开始吧 利用你通勤坐车的时间 午休的空档 也或许是你今天晚上 想要开始追剧之前 开始build这个习惯吧 如果你不知道 要从哪里开始 那我建议你去看 我的音简初级单字系列影片 每一个单字 我都用不同的颜色区分音节 并提供图像记忆 记住他们的样子 还有念法 是开始用他们之前 重要的第一步哦 这就是我推荐的 记忆连结法 加上chat GPT的帮忙 我相信你可以顺利的开始练习 它不是什么生气的方法 能够让你一分钟 背下100个单字 因为我始终相信 英语的学习 没有捷径 却有方法 只有扎实地走好每一步 才能让你在回首来实路的时候 新味的收割 甜美的果实 Anyway 我相信你应该记住了 今天我用来举例的那三个字 对吗 可以把它打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其实背单字就像交朋友一样 因为你花了时间 与他们交流 相处 所以他们就会长远地 停留在你的记忆中 Follow the tips and you'll make progress a little bit every day If I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Trust yourself I'll see you next time